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全日總結 這支就有Michelle做我們的嘉賓 你好 首先要和大家看看中港兩地股市的收市表現 內地股市反覆做好 上市指數今早低喝五點 早時間時間指跌回升 全日收報二千九百五十五點 升17點 深淨城市到低海高酒 收市報9293點 升34點 湖深300指數報3743點 升16點 創意版指數升4點 報1533點 香港股市方面 紅紙全日收報28275點 升6點 國紙升7點 報10811點 大市成交金額全日是949億多 跟Michelle說回大市情況 今天市場可以用一個悶字來形容 大家看實在中美貿易戰有什麼新消息 最新特朗普向華為和中興埋手 看到這個版法 中興全日都要跌超過6% 在貿易戰的陰霾之下 是不是大市都難些有大突破呢 Michelle 其實我覺得突破真的很難說 你說市場不大跌已經是一件我覺得值得慶幸的事情 始終你覺得現在看到中美方面 好像一邊打一邊談 已經慢慢成為一個常態 雙方的關稅都已經是各自出招之後 都好像還各流一線 其實美方方面還有三千多關稅還可以徵收 雙方也還有600億的關稅 可以將徵收的一個百分比再向上去提升 現在暫時兩方都表現得算是克制 大家都關注到6月尾的時候 兩個領導人會面會不會有些新的進展 又或者是到6月1日正式 你說真的有關稅開始徵收之後 對這個市有什麼影響 我相信你說由現在這個時間到6月1日正式徵收 即是在中方向美方特別徵收之前 可能市場最近的走勢都會比較悶 而市場的焦點可能都是關注會不會有些企業的業績出來 譬如說今天騰訊或者銀魚這些大隻股份 那就關注這些焦點 而其他在基本面方面其實都沒有什麼 你說很大可以自己的市有一個突破 或者你說很大幅向下跌的一個基本因素在 始終大家都是關注貿易談判這件事 但是你說從中去尋找一些會不會有一些機遇呢 就是剛才提到的對於華為的納入一個市場黑名單 這件事有機會是成為後市 你說再向下整固的其中的一個 比較大的壓力來源之一 始終大家都關心的就是華為 你說中國在5G的部署上 你說先鋒部隊也好 以及中興之前也是 也是有過美國的一些商務部 向它制裁的一些例子在這裏 或者甚至中國製造2025方面的影響度有多大 目前來說大家都覺得還有一個變數 而中興那件事件之前 是以一個巨額的罰款去落幕 以及那時在憧憬兩方有得談的情況之下 大家對中興有一個戶籍收復 這麼大的裂口都已經是收補了 但是目前來說 你說要反映現在中美貿易戰有機會重新再來過 因為美國要提高一個談判籌碼 將這些科技的東西作為一個自己擺上檯面去要脅 要入好或者說作一個談判籌碼又好 這樣的說法 將它擺上檯面的時候 其實對於這兩隻股份來說 以及它涉及的一些相關的股份 例如手機設備、供應、甚至半導體來說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固壓在這裏 不排除這件事在後市會繼續發酵 另外一件事也是 令我看淡的比較大的原因 其實美方不僅是跟中國一個打貿易戰 跟很多其他貿易夥伴 暫時仍然有一個談判磋商的過程 最大的一個關聯方便是歐盟方面 隔晚美國退遲了對歐盟的起車關稅的徵收 令整個市面對貿易談判有得談判的衝景上 隔晚這件外圍的股市之數仍然有一個反彈的情況 但我覺得這件事可能比較短暫性 萬一你說美國真的到處拿起火頭之後 要環球地將關稅向上調升 無論是對中國也好、日本也好、歐洲也好 有這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對於環球經濟的影響相對來說都比較大 企業的盈利2019年下半年已經開始見到受損 所以對於整個後市來說 暫時見不到改善的因素都看得比較淡 但好像剛才一開始這樣說 你現在看到最近的一個事件 就是去到雷月1日中方開始徵收關稅 以及六月尾兩方即中美雙方的領導人會面 在這個結果 大家會不會有刺激結果出來之前 我相信市未必真的會有很大的動力 繼續向上或者向下的單邊突破 所以暫時我看可能都會在28000點 至28500點這個位置 區間上落做一個比較悶又好 或者是上落市的格局 但始終如果雙方未必真的有得談 或者說大家對於關稅的事情 慢慢去price 才返回 我不排除市向下的時候 會有轉一步更加深的調整 好 跟Michelle說一下銀魚 銀魚今天公佈了第一季的營運數據 無論是收益還是經調整的Ebitda 按年按季都要下跌 而且貴賓廳業務也有一個明顯的跌勢 成績表看起來真的不多理想 但今天的股價也不算跌得太多 跌大1.7%在$51.05 是不是不少業績的負面因素 其實之前已經反映了 銀魚現在的水平又算不算合理呢 Michelle 其實都正如阿佑所說 我覺得今天其實未必有一個很大的跌幅 都可能因為之前大家在擔心內有文化貶值 或者看到擔心貿易戰的情況下 銀魚調整的一個風度已經是比較大 但是就算有這件事在 我覺得目前來說 銀魚這份業績 都不算真的可以令人滿意 現在這個估計也不算吸引 始終說 特別是你跟整個行業去比 銀魚自己今次你說 整收益按貴跌8% 如果經過贏率調整 其實按年都要跌到大概1.2%的水平 而其實你看回整個行業的數字 整個澳門第一季賭收和去年 其實是差不多持平的 去到大約是跌大約0.5% 你這樣將銀魚和其他整個行業的數字比 其實我覺得大幅是跑輸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第一季已經是一個整個市的環境 相對來說是有所改善的 第一季那時候 大家對於貿易戰 還是一個比較好的衝勁 而內地你看到A股股市 其實累積的一個升幅也比較大 人民幣也是處於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人民幣對於美元來說 處於一個不算特別低的 水平大約6.7%這些位置 第一季你看到內地方面的一些流動性 比較寬鬆 信貸的數字也是做得比較好 而且在內地方面 通了港珠澳大橋通車的情況之下 港珠澳大橋更加是1.21%的增長 在這麽多利好的因素之下 其實人魚 按年要跌1.12% 按貴跌1.9% 當然經過贏率調整 這個數字我覺得 其實真的不太收貨 但另外一件事 就是看到它這次之所以這麼差 最主要是貴賓廳業務 其實如果你在第一季 其實相對來說 市況已經算是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貴賓廳業務 但仍然要跌大概三成 即按年要跌三成的情況之下 而中場其實它按年升到那半日之六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對沖到貴賓廳業務的下跌的幅度 這樣也是令大家會比較擔心 就是你看到第一季其實市況已經不算是差了 現在去到第二季大家會擔心 一來是你說相對來說 沒有了春節這些假期 五一假期 大家可能也是只有五月五月一號這個位置 有一個假期衝勁 而之後又有些貿易戰的一個因素 大家擔憂雙方會沒有得談 令到整個經濟轉差 股市其實已經向下修正了比較大部分 而人民幣也已經由6.7跌回到6.7 差不多6.8、6.9這水平的時候 它去到第二季或者甚至是下半年的那個前景 未必真的可以做到 應該說是可能比第一季要做得更差 而這件事不只是單單反映銀魚自己身上 而是整個澳門的倒估的板塊 在整個行業的基本環境轉差的情況之下 都有機會面臨一個估值向下修調的情況 所以綜合剛才所說的一些因素 就覺得銀魚其實無論是由它的氣氛上來說 還是由它的估值來說 現在這些位置都不如你說真的尖手 也不是一個在貿易戰打的背景之下 適宜去入市去尖手的一個板塊或者一隻股份 藥股可以說是今天表現比較突出的板塊 例如中國生物製藥 就是全日表現最好的南籌股 全日都升超過半城 約8.13 這個板塊相對上受貿易戰的影響可能比較少 雖然之前受到一些政策影響 曾經流流流流的股價也要向下 但始終藥品都可以說是紋身的必需品之一 經過政策那天之後 會不會有助行業整合 還有Michelle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大家應該選哪些藥企比較適合呢 其實我覺得藥股很久都沒有說過 但這幾天看到它的升幅的確是比較大炒氣 大家坊間會流傳 就是覺得它受著貿易戰的影響不算特別大 將它可能當成是一隻消費部去看市 病了要吃藥的需求是不會受到影響 但始終我自己對藥的保留還是比較大 始終你說大量採購和之前輔助藥的那些影響 第一季的那份業績未必見到 但你去到第二季 你見到那份業績 其實已經是會反映到那份業績 即是已經會反映到那份業績 已經會反映到那份大量採購價格下跌 帶來的毛利率收額的影響 而這件事其實之前的市場是有価格才到的 但最近這段時間對於藥股重新有 即是你看到那些風險偏向有上升的時候 現在這個價位我覺得好像有點忽略了 它那個政策上的風險 而另一件事就是說到政策上 其實最近大量採購也有一些新的新聞出來 就是說到個別的一些省份 那之前4加7的大量採購是對於城市去做的 但你譬如說福建省 其實是要在全省範圍之內都要推行 這個統一的採購這個價格 那4加7的11個城市其實有保證 就是大量採購在降低了價格的情況之下 我保證你的採購量 大家都還尚算可以憧憬 會不會可以以量換價 即是通過提升的採購量 去對沖價格下跌的影響 但當你要全省去推行的時候 除了省會福建制廈門 那一個城市是有保證你的採購量 但其他的城市是沒有保證你的採購量 而你其他的城市也沒有保證到 你大量採購入了中了標的那些藥品 就一定是有採購你這一隻 其他的藥品如果你的價格合適的情況之下 醫院是照樣可以去採購其他的藥品 在這個情況之下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價格競爭 就算你說在這個競爭之下 行業要整合 但我相信行業整合不是一個短時間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是都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如果你說真的做完了一個行業整合之後 你說比較大隻的可能市值比較大 或者說是相對硬正的藥股 會不會受惠到這個情況 譬如說中生制藥、上市制藥 我覺得是有機會受惠到 但這個不會是短期可以做到的 所以這時候也不會是短期炒作的原因 起碼我覺得都要過多一至兩年的時間 而現在目前來說 其實現在看到它的預測市盈率25倍 都不算是一個特別便宜的位置 甚至我覺得是有機會偏貴 去年你看到你 譬如說剛才說25倍是中生制藥的水平 其實你現在目前來說 要看這些藥它炒作的一個空間 有機會是說它的一些創新藥的上市 許可通過 即是它通過一些一次性的評價 以及你看到它一個新產品的銷售佔 佔它那個集團的收入佔比 這個數字如果有機會提升的情況 即是如果有機會提升的話 才是有機會 你說真的會不會是offset到 它的大量採取政策上對它的影響 而且剛才說到貿易戰可能避險這一點 相對來說它沒有 你說晚舟或者一些航空股 一些不直接的影響 但是你說作為一個行資成分股 高比塔的股分 射弱和中生制藥 我又不覺得它完全是一個大跌市的情況之下 可以完全避過這些負面的因素 所以目前來說 我覺得對於你說 中生制藥或者射弱的藍籌股分來說 是否不能吸納呢 不是但不會是現在這個時候 你以中生制藥為例 我覺得目前八個多這個位置 相對來說都真的貴了 如果真的要吸納 都真的要等到回到股值的中樞位置 都相對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到六個半這些情況 留下才會再考慮吸納 而最近這個情況 我覺得如果看回大市 都不算看得比較理想的情況之下 不會再建議去考慮在短線吸納若股 中生制藥和射弱 三天之後都會公佈業息 MIMA 7 剛才都提及過 全日都升5.8% 為8.13% 最高曾經見過8.27% 至於石藥 全日都算是 升到2.4% 為14.26% 這一節都和Michelle談到這裡 先和你申報 剛才我們提過股份 有沒有持有 好 謝謝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